有網友說你得獎的作品叫 真的要跟觀眾澄清 因為我那一年也是入圍兩部戲 然後也是一坦演藝文 然後後面的話我都聽不清楚 因為旁邊都歡呼一下 上台前 我上台接過他的腳之後 我還說 你請問我是哪一出啊 結果就被很多網友說 臭皮 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種就是 不冤枉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 那個字幕是 有 我接下來現在就是在寫 一個關於女演員的故事 跟今天晚上的場景很像的 故事 對 我希望怡萱可以演 對 我希望 剛剛那個豬仔那一段 對 她一直都是 我心目中很想合作的演員 幹嘛虛全台灣的都知道了 那 我說那一段是高潮 真的 真的 也很遠 算了啦 沒關係 我們坐在下面都覺得 你太可愛了 算了啦 人生心 有網友說你得獎作品叫 四五十七 我現在還沒有時間上網那個 那是 屬女的天堂 屬女的天堂 欸 屬女的天堂 欸 屬女的天堂 屬女的天堂 對 我現在網上 你已經準備了嗎 因為你現在 這邊就會被笑成一種 對 我覺得會 你哪 我本來有可能 對啊 因為剛剛一路走過來 所以已經就是 對 剛剛沒有要放過我 哈哈哈哈 所以我有點天堂 真的 就是你 你這種狂狂的 碰過我 我聽說 我跟你講 你上去的時候 我就有預感你會 我知道 我剛剛有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對 然後我想說 我要不要叫你 但是因為太歡呼聲 然後我想說 算了 結果果不起來 結果果不起來 就是那個叫聲就是有 蓋過了 好 沒有 這真的要跟觀眾澄清 因為我記得我那一年 拿那個迷你劇集 女主角講的時候 我那一年也是入圍兩部戲 然後也是一喊演藝文 然後後面的話 我都聽不清楚 因為旁邊都放鬆著 然後所以那一次 是辛儒頒獎給我 我上台前 我上台 接過他的獎的時候 我還說 你請問我是哪一出啊 結果就被很多網友說 臭屁 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種 就是 很壞 不冤枉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那個字幕是 後製上去好不好 在電視機裡面看是後製 我們現場根本沒有字幕 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出戲 但我比你聰明 我有問 先問 所以你知道 你跟我一模一樣的 是台下的人跟我說的 我是直接問頒獎人 四歲了 沒關係啦 還能做自己就OK 就OK 謝嘉玲 謝謝 乾杯 改成1域 戶物 從